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问 银河是见佛真身 答 不见有无 即是见佛真身 这个很简单了 大家都知道不早有无 四十六页 问 银河不见有 有无就是见佛的真身 答 有因无利 这个有是因为无来显示的 利就是显示出来 为什么讲有 因为它由无来衬托 来显示出来的 所以这个有是因为无而显示 才利出来的 无因有显 这个无是因为有 从这个有的角度 来显示出来的 本不利有 我们这个清净自信 本来就没有利这个有 这个无当然就不存在了 因为名相是对立 假设存在的 讲有我 因为不是你 讲你因为不是他 假设对立衬托出来的 既不从无 既不从无 这有 从哪里得呢 是有 之以无 相因实有 相就是互相为作因 互相 什么叫相因实有呢 互相来作为对方的因 这样讲你如果听不懂 很简单 我 讲经 来作为你们的因 因为有师父讲经 所以你们今天能够听经 反过来 因为有你们的听经 所以怎么样 我来讲经 互相作为因 所以延期法就是平等 没有哪一个就是伟大不伟大 底下 相因实有 来互相作为因 为了要衬托出来 既相因而有 怎么样 细是生命 只要对立互相衬托的东西 通通叫做生命 但离此二见 就是见佛的真身 问 只如有无 善不可交见 交见力 真身 互从何力 这个问的就比较深一点 把笔拿起来 做一下笔记 只如有无恶性 一恶的恶 性子的性 不是有就是无 这两个性怎么样 善不可交见 交近就是互相显现 来讲明 因为有是必尽空 空是不可得 无也是不可得 有是必尽空 无也是不可得 这两个有跟无 其实是当地即空 根本没有什么互相对立 称托出来的东西 所以善不可互相建立 无是因为建立在有 有是因为建立在无 互相称托 意思就是这个人问的就比较深一点 这个问题就问的比较深入一点 你讲到了 大舟和尚 你讲到了这个有跟无 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有跟无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呢 善不可交见 这有跟无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真身复从而立 加个几个字 无相之真 就是真如清净法身 无相的真如清净法身 又怎么样能够安立呢 意思就是 有个我根本就不存在 你怎么可以讲有一个 无相的真如的清净法身呢 大舟和尚真的是大色大物 你看底下他的回答 答 唯有问过 哇好厉害 因为有人问了 我就要这样答 哇好厉害的一个人 唯有问过 就是因为有人问了 如果没有人问的时候 这个真空思相的清净法身 的明也不可得啊 为什么 譬如明镜啊 如果对这个物相的时候 就显这个相 如果读不对相的时候 终不见相 这个镜子就这样子了 物来就显现了 啊 啊 感谢观看